今天天气特别好啊 气温也慢慢上来了 气温已经有13度以上了 接近15度了 春暖花开了 我就开始穿上我的工作服 改车 已经停了快三个多月了吧 是吧 从1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停下来了 接着把它弄完 弄完以后呢 准备是在三月 三月份准备来一次中短 或者是一个长的旅行吧 开着我这个床车 把这么好的车真的当成隔离车来用了吗 我已经好久到这车里来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吧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收尾工作吧 就这几天时间把它搞完 就是这个 这是个明面 每次出去拍的时候 总感觉这是个破项 是吧 特别不好看 要一整块这个面板把它给封起来 这边我会留一条 嗯 留一条那个侧开门吧 把它一打开 然后抽出来就可以爆掉了 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 可能这一整块 就可能会有所破坏吧 但是 就是以实用为主吧 然后后期还有这个 这个电 我的配电柜还包括立变器这块的线 也不是裸露在外面吗 我可能会考虑用一个面板 什么把它给 遮进去挡进去啊 然后用木板给封边 然后这块电闸开关什么的都会把它 挖个槽啊 把它怎么把它放起来还是咋的 就是之前做的那个水箱 这个是70升的吧 这个水箱 只能够用一天 后来我又在我生病的期间 都已经到货了呢 大了20升吧 但是其实好像也感觉没大多少 但是 但大一些 先以考虑要么把它装上去 要么就装 车上装两个那个水箱 两个水箱的话应该就会大很多 但是装两个水箱 可能就会牺牲掉 这个车子里面的储存空间 这个储存空间我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是就这样呢 还是装一个那种隔断 就是这个 我之前买的松木条 木方吧 这不叫木条了 这50层50的木方 我可以到时候呢就这样 放到这 做这一个 然后这边 再做一个支柱 这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区间吧 然后这个柱子之间呢就可以 在下面做一个抽拉的 抽拉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卖咖啡啊 或者以后卖 卖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 面花糖啥的 是吧 做一个抽拉平台 拉出来这块的空间可以利用一下 然后这边也可以当成一个储物隔断 嗯 看吧 先先把水箱装上去 就这样说 看看看怎么样 反正这次出去以后 后期回来还可以再改嘛 对吧 转到 六分的排水 这边装了一个四分的净水 上面是净水是一样的 原理其实和原来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老板呢 之前跟他说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地方 这上面一个四分的净水管啊 它是一个前面小后面大 嗯 我那个水桶啊 就那个四分的开关的时候啊 打的时候啊 怎么拧都拧不紧 后来跟老板说了一下 他帮我这边打好了孔 然后装了一个四分的切头 我当时我感觉好像也能够动啊 不知道它会不会漏水 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两个很美 然后呢 因为它这边是方便以后 清洗里面水香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好的 像那种不销钢的呀 或者是那种风死的 它就不是特别好清洗 里面你看长时间水 要是不用的话 里面会长青苔 或者是一些卫生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够卸下来 清洗就是你看手都可以 手可以伸进去 都可以洗一下 拿刷子啥的 就这个比较好一些 它这里有送一个盖子 但是还是担心它水会出过来 按理所应该不会 反正到时候套一层薄膜 然后这个盖子也是把它拧上去 拧上去到时候会成一个真空的状态 进水和出水到时候会成中空状态 怎么办呢 要是水泵要是抽水啊 用水的过程中这个水桶啊 它毕竟是个塑料的嘛 它和不锈钢的不一样 它会变形到时候你有负压 所以呢 需要装一个这种排气的阀 嗯 看到没 这种 这上面那个洞就是透气孔 这是透气孔 所以在这桶上面装一个换气阀 这个到时候在用水过程中抽水过程中 这个水桶的外观就不会产生形变 开始干咯 刚才因为好久好久没有到这台了 那边还有住在这旁边的朋友说 咋啦 开工了 我说开工了 开工了 春朗花开 太冬了 因为之前太冷了 没开始动了 是吧 哈哈哈 我上次见面了 没儿子 我们现在吃了 没儿子 应该还好 没儿子 有一天 我对 还不错呀 我觉得这个街头啊 我选择了这个三分的 应该是那种 三分水管不是一般家用的嘛 一般是饮水机上面用的 我觉得这套真的蛮好的 我拆完装完以后呢 它都没有漏水 之前也没漏水 现在装上去我刚才检查了 还是没有漏水 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折腾了一天啊 一天完全在搞这个水箱 原来这个泵 这个泵是在这个里面的 我每次要开关的时候呢 就特别不方便 这次呢换成大的以后呢 我就把它整个水泵啊 全部往门口这个方向移 这样一过去以后啊 我后期比如说像加水啊 我是自动加水嘛 自动加水这里有几个开关 这个开关要动一下 原来我要爬进去 手都够不到 现在手都可以 站在外面就可以 手可以够得到 可以加水 这个是15升的水袋 我原来的是90斤的 应该就是45升 这个地方又不能加太满是吧 所以只加了一半 这个两桶 两桶就加满了 实际上就只加了30升 而这个我买的是 就是 200斤啊 但我实际我感觉 我买的是150斤的啊 150斤就是75升啊 对吧 75升 如果是200斤的话 那就是100升 刚才还试了一下 加了两桶 现在这是30升 然后三分之一 好像差不多可以加到 100升吧 我觉得就比之前大很多 然后水量也大很多 我觉得这样的话 应该我一个人用啊 是够了 你看 原来 这个大小 这是现在的 大了 这个边整整 两圈 然后这个高 高也稍微高了一点点 这边那个空隙也调整了 今天也在这整了半天 之前都短了嘛 所以这个 来回折腾特别费时间啊 前期还是要搞好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桶 之前早上说的 当背桶好像没什么蛮大的意义 这个足够了 再加加这儿70升 70升我觉得我一个人用足够了 足足足足够了 我把这个要装上去了 这个线 线也费了很多功夫 因为加了线从里面走 我这还要挖孔啊 然后线从上面走上来 走上去 这个装饰板我找不到了 不知道放哪去了 我的天 这边也装好了呢 这边 这边也装好了 装上去 然后 后续把一块板打一个盒子 把这些线全部隐藏起来 就看不到了 这工具就搞定了 这个留着下次再搞了 然后早上说了 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具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个玩意儿 这个是叫气钉枪 实际上它是用气的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是用电的 我觉得买一个气罐特别麻烦吧 这是插电的220的电 插上去就可以直接像这样 我试一下吧 然后正好给大家 我不是给大家 我自己我自己做一个那个板凳 你看啊 我每次这个上去啊 这个上面的空间 高度这个跨上去的高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那个这属于客车嘛 反正我这个 每次每次往上抬腿上去还比较费劲 所以老人小孩的话肯定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我想做一个板凳 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车其实改装呢 可以改 这里有一个电动 下面有个电动踏板 从那边伸出来 我后来想算了吧 省钱吧 那个也要1500多块钱 我这里做一个板凳 不就行了吗 这里多跨一步 然后再上去就会非常的轻松 做小板凳的材料我之前就已经下好了 做一个简单的简单的板凳 简单的板凳 牢固就行 你看 我想想啊 少一个两个边 只要平就行 一定要平 高低一定要平 做家具我都是用的 斜孔定位就是进口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国内装修这块几乎是用气凌枪 特别快 我之前说了 没有买 你看 你看 哦 没有 开关没开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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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开关 灯亮了 灯亮了就行了 然后 一定要平哦 没钉进去 这里有点弹 找个结实的地方 垫了四个孔 要折着它就能够进去 刚才这个有点松 这个没钉进去 没钉进去 但是等会用锤子锤一下 这个板子牢固了 看到没 来 倒是多打几箱就行 这就是桌子腿 桌子腿好了 两个桌子腿好了 就这么简单 这会踩翻的 往边上来一点 要不然容易踩翻 还是要稳 以稳为主 中间再拉一个筋 中间再拉一个筋 好了 中间拉了一根筋 本来应该是纵向拉的 但是呢 嗯 那个钉子是二十的 我怕不牢靠 所以就只能横着钉了啊 用废弃的那个木板做的 我们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走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不要这样 膝盖都已经大于九十度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扶手 方便点上去的 哎呦 在这 其实还可以再做高一点 还可以再做高一点 但高估计可能会重了嘛 反正有多的材料 没事 会不倒吧 我这个体重 沉上去都没问题 我自己还可以当个板正做嘛 对吧 行了 今天就做整到得吧 天呢 天一开始 落日了 明天就把那个 木板 把它盖上去 就像刚才那种方法 非常快的 我觉得 非常快 有这个工具了 就特别方便 这个玩意就特别方便 是不是 可以 一般家用够了 我觉得 就这样了 拜拜